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看Four透露宋慧桥将在Disney家系列 Moving E能中饰演李敏贤 韩啸周赵银成要逼了 Disney家慢改剧Moving E能 除了有精彩刺激的南北韩一能者决战 最让观众们感动的就是 凤夕一家三口种于大团圆了 凤夕扮演者李正和在日前在IG分享语 爸妈的合照花絮照 没想到调出赵银成留言 而赵银成则晒出韩啸周为自己拍的照片 我们都知果然是恋爱脑啊 Moving E能完结后 演员们也纷纷在IG上晒照 发表中印感言等 集中饰演赵银成与韩啸周儿子 金凤夕的新生代演员李正和 也在IG上传了一家三口的温馨合照 表达了对观众们的感谢并与角色告别 感谢大家用非常多的爱 回馈了我们的热情和努力 凤夕啊再见 没想到爸爸赵银成马上在该贴文底下回复 走哪儿去过来吃饭 感觉真的就像是爸爸叫儿子 回家吃饭的语气 真的是太有爱了 即使之前赵银成在IG上传语 韩啸周拍摄的情侣画报花絮照 李正和也有跑来留言 我竟然是他们两人的儿子 太感谢了 真的受到大家心坎里去了 谁不想要一个赵银成爸爸和 韩啸周妈妈啊 之前韩啸周也曾在IG晒出 与李正和的合照并泄道 排练剧本的时候流泪仿佛就在昨天 时间过得真快 我很感谢正和来演凤夕 在moving中 凤夕笑的时候我陪他笑 他哭的时候我陪他哭 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你辛苦了儿子安心飞行 而李正和也在底下回复 因为有妈妈我才存在 因为有妈妈我才能够做到 谢谢您成为我的妈妈 真的我妈妈最绑乌乌 一家三口距离去外都好暖 另外除了moving的中映照 赵银成还在IG上传了 老婆韩啸周帮忙拍的照片 他写道 BONUS偶然成为社长3 PhotoBar 晓周严重怀疑是在放闪 由赵银成 车泰炫偶然成为社长3 这次远赴美国拍摄 并且再次邀请韩晓周来打工 不少粉丝都很期待我们 斗志美贤CP的售后 赵银成曾在与 韩晓周的情侣话报采访中表示 虽然这部电视剧 可以感受到家人的感情 但斗志和美贤的爱情 比什么都重要 凤夕表示那我呢 看来赵银成跟斗志 都是恋爱脑 没晒过儿子李正和 反而晒的都是老婆韩晓周啊 近日Movie 艺能大结局了 在Movie 艺能里 由朴喜勋饰演的北韩艺能者 领导人金德允 虽然看似严肃雄狠 实则与金斗志一样 是个人道主义者 看见牺牲的弟兄 与人民会克制不住的落泪 不任意取多无辜百姓的性命 在临死前 也仍旧惦记着有家式的伙伴 命运艺人牺牲也要保全队友 而他口中的那句 强迫牺牲的人才是有罪的 也带给观众无限的反思 后劲相当强 不过在南韩 由朴炳恩饰演的 艺能者领导人马香九 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人物 为了揪出双面间谍 他甚至能滥杀人民 只为达到自己的目的 相当冷血跋扈 而马香九也在拒末接替 敏荣俊丹刚次长一职 并不少观众都对 南韩艺能者的未来感到忧心 在南韩次长曾多次以 家人为人质来控制艺能者 从李美贤为了爸爸接下任务 张朱元为了妻女待在国情院 再到金豆芝为了妻小成为北韩的俘虏 而在北韩上层 仍旧以家人来绑住艺能者 甚至艺能者若任务失败 连家人都会连坐受到处罚 在MOVING艺能中 朴喜勋饰演的军官金德允 在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部长的指使下 透过跳悬崖等极端方式考验艺能者 使得不少视讯者都因此惨死 而在南韩 次长也是不择手段测试艺能者的能力 甚至认为艺能者死了就算了 祸下来的人才是他想要的 任意玩弄任命 韩孝周饰演的李美贤 过去是一名人道主义者 还曾为了不要伤及无辜 刻意作战失败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然而当孩子神仙危难时 他却可以举起手枪将敌人一一残杀 并说道 为了保护我的孩子 我随时都能变成怪物 这样的前后对比 也反映了父母对孩子强大的爱及保护欲 在北韩由梁东根饰演的飞人郑军华 当听见北韩保卫部部长将 脑筋动到异能者后代身上时 也选择毫不留情除掉部长 只为了守护自己的孩子 而郑军华甚至还放走了金斗职 并告诫他 你的孩子也会像你一样遭到利用 而无论南韩还是北韩一能者 即使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守护家人 也都是为了孩子而战 除了南韩有着拥有 无限再生能力的九龙谱 北韩的大块头全用得 同样也是再生能力者 而两人都是看似外表强壮 实则内心柔软的人 还同样有着爱哭的共通点 此外九龙谱及拳勇的也都横将无得 说好一人一拳就会信守承诺 谁也不违规 没想到两人后来也成功一拳交心 组成了全新的再生家庭了 提及Movie技能中最讨人厌的反派 想必许多人都会立即想起次长米荣俊 而在结局中 次长终于死在金豆子手下 大快人心的情节也引来观众一片叫好 此外 北韩的朝鲜保卫部部长同样 也是被北韩非人给宰掉 互相呼应的南北韩共通点相当有趣 这部剧除了剧情新颖之外 台词也十分动人 安启部黑色要员解散后 张朱元柳成龙是转内情 然而一成不变的工作却 让他感到无聊又迷惘 当他表示自己毫无用处时 智希心疼又坚定地对他说 你就是我存在的用处 而我是你存在的用处 两人在人生的岔路遇见彼此 相互扶持的爱情真的很令人感动啊 魅仙在得知凤隙的想法后 告诉他斗志赵银城市曾经说过的话 不管飞得再高再远 总是会落下 这句话就像是在告诉我们 一个人无论成就多高 也会有被超越的那一天 因此飞得再高再远 都比不上平安降落来得更重要 魅仙对凤隙说的这句话 就是在告诉他下定决心要做某件事时 就不要怕失败 相信大家看到凤隙终于勇敢飞行 揪下喜秀高允珍式的画面 都快要喜极而泣了吧 慢慢学会控制飞行能力的凤隙 不止揪了喜欢的女孩 也终于能够保护妈妈了 上一代的异能者在黑色耀元解散后 都努力地隐藏行踪 也拼尽全力让孩子的能力不被发现 然而在他们的孩子受到伤害的那一刻起 他们全都不再躲藏 就像美贤说的 为了保护孩子 我们随时可以变成怪物 一句话就将为母或负责强 得爱权式的淋漓尽致 让观众都感受到了 异能爸爸妈妈们 为了保护孩子而奋战到底的决心 儿子傻瓜 理财满金城军事得知 强勋精度心事有危险后 不顾自己还带着电子脚镣 立刻飞奔过去 而当强勋喊他的瞬间 仿佛回到了十多年前父亲 带着满身伤痕回家的那天 强勋哭着对财满说 爸爸 我再也不想和爸爸分开了时 这句话仿佛横跨了十多年 让两人重新相拥 让观众忍不住流下眼泪 林再昔金重心事 从小就被关在 暗无天日的朝鲜 要得收容所理 畏惧光线的他 因为全勇德嫖光在世 的体贴而有了安全感 看见勇德被打的瞬间 让他猛然惊醒 因为异能而没能过得平凡的他们 这种充满杀戮的日子 究竟何时才能结束呢 因此 在西希望勇德 可以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而拿下太阳眼睛后的在西 也终于看见了美丽的下雪天 朝鲜军官金德宇 调喜巡视 因经历过成千上万 无辜人民的死亡 而对南韩异能者 有着复杂的情感 尽管如此 他在枪口对准 手无寸铁的缝隙时 却还是犹豫了 他说 孩子不在计划中 他们只是孩子 孩子们都是这场杀戮中 被无辜卷入的生命 如果他开枪 就会成为自己口中 强迫牺牲的有罪之人了 就会成为自己口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